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电脑电源 这个电脑电源主要采用了三个主要的芯片 一个是TNY278,就是它的副电源芯片 这是它的副电源开关灭压器 这个是主电源的开关灭压器 它采用的芯片是FN4800 另外还有一个保护芯片 保护芯片的型号是PS224 FN4800主要输出PFC驱动信号和开关电源驱动信号 这一段是PFC的功率管和它的快恢复二级管 这个是PFC电感,这是它的PFC滤波电容 这一段这两个管就是开关电源的功率管 然后我们这一段的PS224就检测 我们输出的12V和5V以及3.3V是否正常 今天我们主要看一下FN4800正常工作室各引脚的电压 首先当电脑电源接通电源以后 我们要给它加一个开机信号 它的开机信号就是这个滤线接地 这样呢就开机了 好下面我们先让它开机 然后我们再测量 好下面我们开始测量 首先测量一下它的PFC电压 387.5V 然后我们再测量它的输出电压 输出电压呢包括一个12V 这个也是12V 然后是5V 然后是3.3V 都是正常的 下面我们开始测量FN4800各引脚的电压 一角是PFC误差 放大器补偿引脚 我们测量 正常电压是4.8V 二角是交流输入检测 我们测量一下 在测量时要小心一点 是1.4V 三角是PFC电流检测输出 我们测量一下它的三角电压 是几毫伏 四角是限电压检测 我们看一下它的四角电压是多少 3.4V左右 五角是软启动 软启动 外接一个软启动电容 8.14V 六角是开关电源 稳压引脚 1.4V 七角是开关电源 频率设置引脚 外接频率设置电阻 2.6V 八角是过压保护引脚 因为它接在380V上 用一个电阻 接到这个引脚上 然后来检测这个电压过高的时候 它的电压是0.84V 九角是电流检测引脚 接在功率管的原级 0.08V 十角就是接地了 肯定是0V 十一角是开关电源 PWM信号输出 就是这个引脚 是274毫伏 因为用直流档测量不出来 十二角是PFC启动 那么就是这个位置 也是毫伏 几百毫伏 十三角就是它的供电了 我们看它的供电引脚 电压是13.63V 十四角是基准电压7.5V 我们测量一下 7.49V 十五角是PFC吻压引脚 我们测量一下 2.514V 十六角是PFC 电流误差放大器输出引脚 外接补偿原件 是1.4V左右 这是FN4800的电路图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仔细研究一下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